我再回吧 璀璨的煙火从台北101上喷向天空 火星带着长长的轨迹 不同角度施放 有的是螺旋式 有的是直直向天空飞射 搭配各式各样的烟火的颜色 搅职出跨年民众必看的精彩烟火秀 台北101大楼所要举办的跨年的烟火 今年疫情严重 我们也希望能够告别疫情 迎向新的一年 2020即将迈向2021 交通部长林佳龙出席台北101 跨年主烟火秀动画公布记者会 101烟火秀是一年一度的跨年盛会 每年都吸引大批民众参加 今年以让爱拥抱世界 让希望点亮未来为主题 用长达300秒 16000发烟火构成的烟火秀 挥别2020充满疫情纷扰的一年 台北的101大楼是一个地标 全世界都认得 在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做观光旅游的行销的时候 我们成为only one 行销的效果就会更好 因应全球疫情肆虐 各地观光都大受打击 交通部长林佳龙受访时表示 台湾防疫有成 应该要加把劲 透过101这个全球知名的地标 搭配绚丽的跨年烟火秀 向全世界行销台湾